主料,哈密瓜500克,冰糖50克,西米50克,主料,糯米粉50克,姜米粉50克,橙面25克,烈乳30克,葵花籽油25克,糖30克,牛奶20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哈密瓜取皮去籽,切换,放入冰糖胭脂, 烟酱大约1小时左右,冰糖就完全融化了,中小火熬煮,煮到成果酱的状态,西米用水煮5分钟,然后浸泡大约10分钟,让西米还有一半是白色的,一半是透明的,捞出西米,滤掉水分,然后把西米和果酱倒一起,搅拌均匀,放置在一边让西米继续吸收果酱中式水分,直到西米变成完全透明的状态, 然后冷藏备用,把辅料中所有冰皮的用料放入容器中,搅拌均匀,烧弄大火蒸20分钟,蒸好后立即搅拌至顺滑状态,凉凉,取一块凉凉的冰品加点,包入冷藏好的馅料,包盐时候入磨成型,搓磨即可,里面的馅料晶莹剔透的,米瓜的香甜味道非常浓郁,烹饪技巧, 这款月饼不适合长时间存放,当时吃口感是最好的,冰箱冷藏也可以,但最好是两天内吃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